看见没 剁手 这个月玩户外 钱又花潮了 我给你们算一下啊 我十多年前买的那台图胜 当时是二十多万 现在五万块钱卖不上 我就可这个车糟了 足够了 用不着什么硬派越野 你也不玩极限 路没有那么烂 你要知道玩户外不是挑战极限 锅耳瓢瓶有多糟 那我跟你说 好车 新车 你根本都不舍得那么糟 怕风吹 你得有一个围档 至少五百 有人说 怕风催你去什么户外 你要生火的时候你就懂了 一套超轻的铝合金座椅 八百 有人说小马杂也一样 兄弟 你坐在地上也是一样的 户外本身就不舒 咱们尽量有条件 让自己舒适一点 清便一点 一个大火力的汽油炉至少七百 别想些上架给你们推荐的 什么气罐的那种 烧个水量时都烧不开 尤其是在户外 想露营吗 得有帐篷吧 五百块钱足够 如果带女士去的话 还要做一个移动的卫生间 起码两百 还有比如说烧烤架 风火台 户外灯等等等等 你如果去户外玩 你喜欢拍摄一些好的照片 那么说 在高空的无人机状态下 是不是更漂亮 景色更美 至少一万五以上 我呢还是喜欢登小岛 登岛 你不能抖油吧 我又买了一个冲锋亭 如果你家里没有像我的那一台 老婆机夫 那你是不是得买一台 所以说少于十万块钱 户外玩不赚 不是说这些钱谁拿不出来 关键的一点 我从玩玩玩一直到玩户外 我的观念都是一点 穷就不配玩 因为玩需要有时间有精力 还不差钱 最基本让你的亲人衣食无忧 然后我们才有资格去玩这些东西 否则这就是不入正业 没资格关注我 这就是我一直给大家传递的 玩的价值观